《銅鑼灣》 銅鑼灣不單是香港最繁華的購物區 也是最早發展的地段之一 其中東角這裏 對於新一代來說 只在宋光百貨旁邊的一條小街 但其實這一帶 對研究香港歷史舉足輕重 東角是香港最大英資洋行儀和的根據地 這裏之所以叫角 代表它是維多利亞城以東的海角 前面有其力島做防衛 儀和看好這裏的潛力 於是就在這裏興建倉庫和碼頭 吸引大量華工聚居 50年代之前 東角到處都是貨倉和廠房 隨著戰後銅鑼灣大規模填海 60年代大院百貨開業 東角開始變天 逐步發展成潮流購物商業中心 距離東角沒多遠的唐街 聽到這名字 大家都可能猜到 這裏曾經有過一間唐廠 但你又知不知道 唐街以前叫做銀元街呢? 因為這裏曾經有過香港歷史上第一間 以及唯一一間的鑄幣廠 除了鑄造港幣 亦有接外來的訂單 但這間香港鑄錢局 啟用了兩年 就在1868年停產 政府後來先將地皮賣給儀和開堂廠 最後跟大家介紹東角附近的景龍街 這條街的英文名是Canon Street 直譯就是大炮街 這裏所指的大炮 就是每逢正52點名放的儀和5炮 以前東角一大是儀和的貨倉 當年設立大炮主要是防範海盜 另外亦會充當禮炮的角色 在迎接或送行儀和大班時候名放 不過相傳這項舉措 就引來一名英國軍官的不滿 認為儀和只是雙行 沒有權利名放禮炮 於是向儀和施以懲罰 要他每日徵5名方禮炮報時 這項傳統一直維持到現在 只是在日漸時期停止過